父海不冰海河 不乃于折磨再等着你呢 不乎乎乱透明 卡路现在不太好的 打他有点难的 他伤害很高 但我只要能补刀就赚 你很 玩这个前面一定要 中后期 或者打野来 不要用智能师法 可以单杀 炮车还是要Q打 三倍加成 干嘛去了游走去了 哎呦 Q打 你别过来了 那你怎么打吗 那你怎么办嘛 点我 啊狗 狗来了狗来了 是不是狗来了 快跑快跑 没办法 这狼人在前面 没位移 抓不到 黏不住 红蓝buff给他了 没问题了 没办法 小法在前面就这样 有点弱 这我们技能不管怎么放都不行 知道吧 没办法的 去止气 他好优势 我也不想害他 没办法呀 像这种情况你肯定要打他 哦 他又下去了 他到处游走 他玩个炉仙 他到处游走 他这样的话 他崩了 他这样搞他崩了 炉仙不能这么玩的 他这样玩一到中心 麻问题出来了 啊 他没有等级 光有光有头没用的 他要把我压死才行 但他好像不太 不太管我 没钱买鞋子 你看他比我低了多少 他比我低了两等 开玩笑 他还要打我 他就搞不清楚情况 他真是搞不清楚情况 我队友来他这波避死了 我有大了 那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我兄弟 小兵把我的黑暗祭司挡住了 我没法Q他 那个伤害秒不掉 我们能量破破 是敌人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 但那个明显不够 他要死了 这个血量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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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一个那个 就是治疗 这次治疗他绝对想不到 中够要还的 这样打 他这样玩他不是才怪 我只是前面弱一点而已 等我法枪叠起来 等我法枪叠起来 这没办法 这是英雄问题 没办法的 这我肯定要闪现打他呀 不用想的呀 他如果闪现跑掉了怎么办 我一定要在他眩晕时间内 把他给秒了呀 这不是K头 我队友杀不掉了 对不对 我们老人肯定杀不掉 再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就起飞了 小兵把我挡住了 我有治疗 打死你哦 他这样打麻烦要死 我倒好了他就得死 他游走去了 他游走去了 那我们就推线 他游走就推线 把信号给好 推线就行了 不用管他 狮子狗在上 你敢从这里走 你敢从这里走 你就没了 不信你从这里走 过来 他队友来了 他在等他队友 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你以为啊 你以为啊 生透鬼脸 真的是生透鬼脸 无所谓的你敢挑我 你还能不变空 你怎么说 啊 白交个伞 舒服 他们可以挂西了 嗯 12比2 我现在有大就可以单杀他 我等级起来了 想法等级起来 伤害就有 这大招一定要 在他血量 比较少的时候放 看谁痛嘛 看谁痛嘛 你可以看一下谁痛 谁更痛嘛 我五级黑暗祭祀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状态 没有闪现 稍微柔一点 等我闪现 我们把事也做一下 我大招有了 可以单吃大了 再挑个五级怒糖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放起吧 狂住就死了 我点你 你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啊 我有踢 我不亏 我有踢 我无所谓的 他在送 我有tp的 无所谓 我可以踢过来 好 我们全面都是有 直接踢过来 他只要冲塔他肯定死 这不用想的 你人灵了回去吗 哎 丢你 受不受得了 好 烧死 我的腐败药水把他烧死 不好意思 他不调皮了 知道维加的厉害了 还吃一层塔皮 再吃一层 我有急跑 继续 有大招 出来 出来直接杀 才能吃舒服 最后一层 吃掉了 太舒服了 好 想好了吗 你可以来 你可以来 强杀我 好 我同意了吗 我同意了吗 哎 没想到吧 我还有急跑这个东西 嘿嘿 我就在的是一个 体力 强杀 ens 你 可以 看 快 快 就 让他试着给我看 我又来了 这一塔不撑 让他的塔把我的兵收掉 3200块 3000块 保费 1700 直接美甲的切魂军 这把优势巨大 我们再来个明朗秩序 这一下就厉害了 这一下就厉害了 21比4 怎么差距这么大 是吧 我的队友太狠了吧 他们可以逃 走 火小鸟 好 蝶手法墙 已经瘦了143了 一个大棒也就 60 我这里等于两个大棒 还要多 那么一个大棒是1250 我两个多大棒 也就等于2000多块 要3000 不敢上了吧 听说你要抓我是吧 来 抓我 抓我 有何没死掉还 我有扭曲空间 我有扭曲空间 回家 七层数 打团 打团再混 不是这种局外的没意思 而是我们这边太强了 知道吧 这把实力不均匀 这把实力不均匀 如果我是对面的 对吧 那这把就好看了 那我这个维加就能站出来了 这种发育的维加 一个技能就是一个头 我也虚弱 想好了再上 能量爆破 不好意思 刚好 黑暗物质 我一个黑暗物质 就能砸他一大半血 他被我矿中牌死了 黑暗物质 黑暗即是一个平A 他没治疗他没了 黑暗即是死 没关系 我的扭曲空间马上好 黑暗物质 黑暗即是一个扭曲空间 我倒下 没办法 技能并不是很稳定 因为这个是非指向性的 他这个在圈里面 我动不了 他依然能打我 我跑不了 他依然能动 这东西他有个一 延迟释放 所以没有办法去用边缘 去控制一个有位移的英雄 没办法的 你只能把他框在中间 你想去晕他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没法放的 我杀人数掉了 但无所谓 我就算杀人数现在没有 我的装备也是不错的 但无所谓的 继续发育 他们 他们现在还在顽强的抵抗 其实没必要了 因为我这个英雄是越往后打越厉害的 因为很简单 我的被动 操凡协力 能不停的叠法墙 这个成长非常 跟狗头一样 越拖越厉害 维加比狗头好的是 维加的控制到后面会不停的出发 打团很厉害 而且他的爆发非常的高 还有最重的一点是 维加是长手 狗头是短手 所以很多时候狗头容易被风筝放死 但是维加不会 维加输出是肯定打出来的 因为他大招是避重的 我们去杀一个连加尔 拿他刷出 他死了 我好像被看到了 没办法 有延迟 这个技能释放是有延迟的 所以 中不了 说不到 你又开始调皮了兄弟 你又开始调皮了 我的扭曲空间好了 没事 你敢跳我吗 我就在勾引你 你不知道吧 黑暗技是你死了 他必死 一个平A死 继承出很舒服 小青年太年轻了 容易上头 看到残血就收不住 他可以 他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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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抬杠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打团到后期 对吧 他这个长手跟短手区别是非常大的 帽子 矿道就是 开弹没用不敢跳的 我们都抱在一块不敢跳 我来个瓶 好他死了 我够不到 想好了吗瓶杖一开 全速攻 反面 我 说我太强了 他们拼尽所有的这个技能要把我给杀了 杀完折头这些人 你 你